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是要正面开戴 因为今天台股回档修正 跌下来成这样1211亿 跟前天这根中长红的量人 1252亿相呼应 所以适度的换手 接下来你当然要利用大盘的回档修正 好好的站在买房思考 到底哪些股票遇到盘式的回档 该进场做低接 所以每次台股只要重挫 我给你看法其实都没有改变 几沙找买点 我希望今天很多档的股票 出现绝佳买点的同时 你可以做出漂亮的动作 好不好 就如同之前两个礼拜之前 台股6月14号 当天盘总跌了94点 我告诉你 台股已经接近万点了 那是一个大买股票时期 14号 15号是如此 你没有大赚一笔 所以同样的事情 你要重复的一个做 尤其是成功的经验 所以当时候你来看一下 6月15号 为什么要买国具 当时候盘不好 盘在相对低档 但是逢低承接 对你来讲成本比较低 风险跟着降低 利润你一定看得到吗 6月15号的一个国具 利用盘式回档 站在买方 这样有没有一波段 所以在6月15号 国具已经回档了5天 都是黑街棒 但是我看到拇指转折 向上讯号的买点 所以开始带会员做承接 买在99.7 买完之后 隔天6月16号开始红了 当时候还没大涨以前 告诉会员100.5再买 连买两天 连买两天之后 连两红 接下来跳空大涨亮灯 这样一小波13% 所以一档股票 在还没有亮灯涨停板以前 我们先带会员低接 低接完之后的一个涨停板之后的除息 礼拜四 除息三块钱 我说他有机会填息 为什么 今年度是多头行情 只要一家公司 它的基本面够强会成长 你参加它的除选息 绝对有利可图 因为填选息的机率相当高 国具5月营收是今年度的新高 被动元件的报价从上礼拜 你所看到是一直在涨价 上礼拜三6月21号 国具第二波的涨势正式启动 MLCC报价调高15%到30% 交货期延长到6个月 也就是说从现在6月到年底的12月份 整个被动元件的报价是往上的 那公司的一个产品 卖价越来越高 你认为对国具未来获利的一个绩效 会不会产生正面的一个效果出来 所以下半年你不用担心国具的业绩 它只会越来越好 所以上礼拜三你已经看到 第二波的涨势正式启动 这礼拜二27号 昨天你又看到国具不排除 第三波的调涨价格吗 所以涨势一旦确立一个商品 对整个股价未来的走势 当然要看好 既然会看好 那除息之后的国具回党 我们告诉你要逢低层街 上礼拜四的国具 趁他来到平盘之下 107买进再低街 如果在100块钱 这一个类似起涨零买点 你来不及跟的 没有关系 上去之后回党 次低点跟我进场 跟我低街 低街完之后 昨天礼拜二来到112 昨天的国具 还原全值创新高 而且他已经完全的填息 所以你看到国具的价格 当时候买在100块钱附近 除息之后的回党 这边106 105都很好成接 接完之后真的创新高 那今天国具有大跌吗 今天国具你对照一下大盘跌121点 他跌5毛 所以你会想在今天把国具卖掉吗 盘跌好深 好怕 所以你要把强势机油股做卖出的动作吗 所以对今天国具我只是要提醒 不要在大盘重挫乱卖强势性的机油股 未来的基本面看好的一档股票 你要趁着大盘几跌 逢低 站在买方 其实这句话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 节目主軸 今天半跌了121点 盘重是跌了129点 涨500点回党个100多点算什么 1200多亿下沙取量 对照一下礼拜一上涨1252亿 这盘在换手你知道吗 这盘还在轮动轮涨你知道吗 今天台股虽然跌了100多点 我们这台股票产生绝对的抗跌性 国具是其中一档 不然 落121点 国具跌不下去 除了国具之外 如同今天大涨 在创新高 不管是上礼拜是发动的买点 还是昨天回档修正再度的一个进场位置 我有没有清楚跟你做交代 上礼拜四 卢虹重不重要 我说一档股票大抵完成 又突破仅限四为其涨 他会有波段行情 因为基本面很棒 金融老师选的股票 你大胆的来跟我重压 来跟我低接 会给你正面的报酬率 所以五月营收新高的卢虹 上礼拜四 突破仅限 358开始买 358开始买 这讯息的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 买啊 我不会在最低点画个圈圈说买最低啊 因为会员在看节目在跟我对时对价嘛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我相信其他分析师很难做到 全程公开的一个资讯 怎么样带进带出 能把会员持股的一个买卖点公开那么多档的分析师绝对少数 希望金融老师这边所提供给你的节目内容 会有一个绩效 如果你之前已经印证好多档 下一档下一次耗的根 这个行情没有那么快结束 台股目前的量价筹码跟我之前分析都一样 1400亿的一个融资源筹码很稳 没有爆量失控台股量能非常温和 他未来一定还会再推升 你只会看到越来越多档股票一直往上走高 我给你一个波段行情 你要同步来掌握 我希望你看我全部可以赚薄赚满 一档股票如果三五成的爆充力可以赚 你就不要赚了三五%就跑掉 所以卢宏的一个架构 上礼拜四三五八买 买了之后 这礼拜涨13块钱 来到373 是不是很精彩 买在上礼拜四的发动点 礼拜冲高之后礼拜的回档呢 昨天卢宏在的 大宝里有看到吗 让同学们看清楚一点 他黑鸡棒 他回档修正来到365 你跟我们在上礼拜四的358附近 昨天的回档修正 你会担心你会害怕吗 我给你目标价 我已经讲过好几遍了吗 像这种突破景线的 未来目标在哪里 景线往低点一两 这个距离从景线再往上一加 等距的测误 就是未来它的一个涨势目标价所在 所以我讲过了 如果我没有看错 潜伯高点不会是高点 它会越过潜伯高 这我在昨天节目当中 再度提供给你我的看法吗 涨它不是弃 涨它是弱 它跌 礼拜是不是涨到373 礼拜大涨 大家喜欢分析大涨的股票 但是相对来讲 一档股票回档修正 一般的分析师也比较 男女去讨论他的后事 因为怕讲错 分析师要有一定的一个专业素养 把一档股票为了一个架构 在谈不好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台股 我为什么说你要把我的节目看完 大盘大涨 骞老师的节目或许 你没看就好了 不看也没关系 因为大盘大涨股票 往上攻 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但是在大盘回档修正 如何应用反市场的一个操作 给你投票一个正确的投资概念 那就相当的一个重要性 比如说两个礼拜之前的一个台股 跌到1003点 当时候6月10日大盘盘跌了94点 我们告诉你大买股票的时机 所以今天一个台股回档修正 不用去担心 你要的是每次当买点浮现的同时 你有没有把握住机会 骞老师专门负责创造机会 你把握住机会 像如虹这种大波段行情 骞老师会帮你掌握住 所以昨天如虹回档来到365吗 你跟我买在上礼拜是这个位置 你还是赚钱 上礼拜是没有买的 昨天礼拜当然可以买 如果你知道他的目标价在哪里 我知不知道 我当然已经算好了 只是说国内的分析师 不能随便讲目标价 不然就会被请去喝咖啡 所以整个一个如虹架构 今天太棒了 大盘虽然跌了121点 我们接下来的股票如虹今天380了 再创波段高 所以一档股票 你要敢跟我勇敢的赚波段 不要因为今天台股的下沙 你就乱砍了 我知道今天台股回档修正 你一定会在这个回档的过程当中 惊慌失控 难免因为拌在台 拌在台你会想说你的股票跌顶板 所以你会想要买 但是在盘中 如果你看得懂 所谓的一个趋势的未来架构 轮动轮涨的一个结构性 什么股票该今天做一个适度的卡位 如果你有接收到这样的正确资讯 相信今天很多档股票 你是会敢站在买方 而不是随便的乱砍乱卖 所以如虹我在上礼拜四已经告诉过你了 会有波段 今天已经来到380波段新高了 跟我继续的赚波段下去 所以今天台股虽然压回了121点 其实我们手中的持股 党党都很强势 你刚才所看到国具如虹 是不是比大盘强势 今天我们手中还有一档个股 它不仅很强 它还创下波段新高 哪一档6月14号 提供给你的这档5月营收历史新高 年成长率高达65%的肌肉股 它叫做3563的穆德 6月14号一样 趁大盘盘中急跌的94点低阶 没有错吧 你刚才所看到的6月14号 就是我大买股票的时机 当时候穆德盘中急杀 急杀但是收缴止跌 所以要买 趁大盘急跌低阶 强势主流卖动股票 低阶完之后 来到6月20号 短波高 那我说短线有压 当天不要乱追 但低档有撑回档下要买 这我20号提供给你一个操作经历 所以刚好隔天21号 穆德压回 我是不是告诉你赶快上车 因为来到压缩末端 它随时会冲出去 昨天这一档穆德 有没有开始冲了 有没有开始冲了 这是你所看到的 我们逢低买进的一档机油股 到昨天它开始冲了 到今天它当然持续的冲出去 冲出去 今天来到128.5 对照一下大盘的指数 我选的股票 为什么在今天可以特别突出 因为我用心选股 我的股票没有投机股 我的股票不踩地雷 这是我给予会员不变的 一个选股的原则性 所以一档价值行投资干领股票 如何低档 利用大盘回档开始卡位 来看一下穆德当时候的一个动作 6月14号 这档穆德 趁大盘几跌 低接 你看一下基本面那么强 五月一收创下利益新高 年长来高达65% 你不趁它回档下来买 你什么时候买 所以6月14号的穆德 112附近买 基本面分析 股价的一个定价 所带给会员是低接的低风险 当天大盘就跌了94点 没有错吧 12点29分告诉会员 112附近买 经过两分钟股价在112 你去对时对价 保证一定低接的到 最低点107不可能买得到 下去马上拉上来 所以你大概只能买在112附近 这我6月14号提供给会员一个低接的资讯 低接完之后 他不是往上拉抬 从107拉高到120 短线有压不追 低档有撑 下来要买 20号讲完之后 21号我就已经告诉你赶快上车 因为他已经来到压缩末端 压缩末端代表他随时会冲出去 既然随时会冲出去 当天的穆德 当然要再度的低接 是不是 9点40分告诉会员穆德 趁回党 114附近赶快买 经过大概一个半钟头11点10分 股价几块钱 114啊 你去对持对价 114一定低接的到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盘中带领会员 不管是买进还是卖出的一个讯息 其实我盯得很紧 我电上所秀的讯息 我讲过了 不管是买还是卖 保证一定成交 所以盘中9点44分啊 告诉会员114买嘛 你看经过一个半钟头来到114啊 我就是因为看到会员全部的多成交了 我才安心的告诉他们 接下来要做出什么动作嘛 你应该知道我在盘中 是如何用心的在带会员啊 我绝对不是 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啊 所以穆德6月21号 压缩末端啊 赶快再度的低接上车啊 再低接 接下来你就看到 真的冲出去的 昨天的穆德很精彩啊 从107冲到121嘛 我说开始冲了耶 压缩的末端 我说会冲出去嘛 昨天是不是开始冲了 今天的穆德呢 股价强势再创新高 已经来到128.5啊 所以从107到128.5 这样有没有20几块钱 你今天所看到的是一档个股 我们在低档区开始布局到今天为止 所带给会员的波段利润 尤其他在底的时候我带你买 压缩的末端我再带你进场 今天表现相当突出啊 今天台股压回了121点嘛 穆德大涨了6.2% 强不强 强不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 今天会员手中的持股 真的都满抗跌的 满抗跌 代表 幸好是一个用心 是得到市场上 专业的一个认同度 才会产生股价这样的绝对抗跌性嘛 所以今天一个台股的回档修正 其实给你头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也就是说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 很强 基本面又很棒 今天千万不要随便乱卖 因为它已经在大盘下跌过程当中 给予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注解嘛 代表它未来还会再涨嘛 是不是 所以今天 其实很多档的股票啊 在大盘跌了100多点的过程当中 是你可以低接的机会 而且你可以很明白了 选出哪些 是特别的一个强势机会股 这是我今天要再度提供给你一个看盘 操盘的重点啊 那这档目的真的 没有让会员失望 没有让会员失望啊 从低档区这个位置 有没有6月14号跌到107 趁大盘几跌再低接嘛 到今天 128.5啊 强势的再创新高 我以前的股票 遇到前波高都不会是高 遇到前波压都不会是压 都会突破 所以这档目的团队你知道 他就是我们双股会员的其中一档 所以今天很多的双股会员打电话进来 感谢庆龙老师对他们的用心啊 谢谢你们 你们的支持 真的很感谢啊 所以今天我特别的 再开放一次 特别的再给你同票一次机会 我说双股啊 我要给你是尊荣等级会的股票 我在之前 已经推过一次 那我也结案了 我给予你的承诺 有打折扣吗 我说要给你尊荣等级会的股票 穆德是其中一档 我们双股会员 手中就最多就是两档 保证不会有第三档 今天的穆德 股价再创新高 每一位双股会员多有 每一位双股会员多大赚 因为今天的盘 跌了一百多点 不是大涨一百多点 就是因为跌了一百多点 我们重压的这一档 尊荣等级会的股票 让我们双股会员 每个人都非常的快乐 所以我今天特别的再开放一天 我再给你一次的一个机会 双股三加三 资金就分作两等份嘛 如果你有一百万 就是五十万 五十万各买一档 如果你有三百万 就是一百五 一百五各买一档 我给你的一样是尊荣等级会的一个个股 希望这一次 今天的特别开放的活动 你自己再度的把握 就这样再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全东独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成东独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股往福利 成东独库 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巴菲特 巴菲特 成东独库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人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一出带手 受用无穷 利根不达入区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之前跟同朋友分析过 第一轮的一个报价 有机会涨到年底 今天有一则消息面 我们来看一下 工货 相当的吃紧 下一季 第一轮的合约价 续涨5% 这今天第一轮的一个报价 续涨一个消息面 代表我的一个研究 这个方向是对的 既然第一轮的合约价 会继续涨 代表第一轮相关个股的业绩层面 一定会往上走高 面对台股今天 大幅度的回档 100多点 这些第一轮相关个股 早盘当然会受影响 到底要买还是要卖 要买还是要卖 把节目看完 最好跟上讯息 我给你的反市场低阶的策略 就在降低你们的风险 好不好 你看看今天的旺宏 还有一则消息面 他说减资186亿 那旺宏 简直 表面上是说要弥补亏损 其实旺宏 已经由亏转赢了 去年度的亏损 每一季越来越减少 今年度的低级 已经开始赚钱了 其实他不用减资 光是靠今年度低论的本业的获利 就有机会把亏损弥补掉 那公司派为什么要 简直 因为他要改善 整个公司的财务结构 然后保护 所谓的股东的权益 这公司派的用心 不然你看一下旺宏 今年度已经开始赚钱了 如果再加上 整个低论的报价一直涨 不用减资 但是一样可以弥补亏损 所以对今天的旺宏 虽然来到波段低点 但我今天要给你一个建议 看一下盘中的讯息 12点41分 收缴止跌了 已经收缴止跌了 在15.9买进低阶 当时候一个价格 旺宏在15.85 你去对时对价 我今天旺宏利用大盘 跌了121点 买进低阶 因为低论的报价 还是往上 公司派的一个简直 所带给未来财务结构 会很健全 而且更进一步 可以维护到股东的权益 所以今天的旺宏 是买点不是卖点 趁大盘几点要敢买 尾盘是不是拉上去 如果你在今天早盘砍下去 你真的会堆心肝 所以包括其他的滑盘点 今天虽然回档 回测昨天的一个低点 他有守住 他安全 续报就可以了 危纲也是一样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本益比不到8倍 所以他随时有机会 再度的冲出去 今天危纲表现 一样很抗跌 所以对今天 庆老师手中的一个持股 党党都是强势 包括这一档 双股汇能目的 从107到今天128.5 强势再创新高 我希望 接下来的 双股的合作空间 你可以把握住今天庆老师 再提供给你一次 很好的合作机会 双股一次最多就是两档 给你3加3 尊龙等级汇能股票 希望今天的节目 你可以好把握 再度提供给你这样一次的合作方式 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见